一開始有朋友建議我參加Tex拆配的時候 那時候我其實 我跟他說 喔 好好好 但其實我內心是覺得是相當的不以為然 我不太相信我有這樣的能力或資格 當初看到OpenMine被兩個字吸引住 就是故事兩個字 每個人都有故事 然後每個人心中都做了一個孩子 不管他的年齡 他的族群 他的職業 那可是我覺得台灣這塊土地真的少了故事 那個時候其實我除了鮮奶這件事本身以外 我想要帶給大家就是能夠去知道說 不要被自己受限 不會害怕說 OK 就是好像不敢劃出那一步 我覺得其實很多人他是有一個很好的故事的 但是有好故事 會做事 不代表這個故事被人看見了 所以我覺得很多人的故事其實是值得被看見的 這是一場遊戲 規則是這樣 就是消費者永遠不知道自己買到什麼 不要讓孩子說故事的本能消失 我常常問孩子說 故事中出現過大野狼的故事有哪些 三隻小豬 七隻小鴨 小鴻馬然後全部都沒有了 現在孩子不會說故事 當我們整整彎下腰去細看我們的環境之後 我們才發現最美麗的風景不是乾淨的海邊 而是在每一個人願意起而行 去對環境付出一點點的那顆心裡面 別讓迷思成為你命運的殺手 記得小火快逃 濃煙關門的觀念 並帶給你身邊的每個人 2016 Open Mic 8月7號開麥 一起來聽他們的故事 Open Mic 2016 不好意思 3 2 走 1山本 2山本 3 willing 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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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